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 三分鐘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見 Long Time No See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各位還沒訂閱老王YouTube頻道的趕快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也不是加入會員 他是可以讓你像今天老王一發了 剛回國的新影片的解盤 你就馬上可以及時收到充施 所以要趕快訂閱 然後開啟你的小鈴鐺 設定搶先看 剛回來 這個太久沒錄了 有點咬螺絲 但是呢 我相信 我們很快就會一起進入狀況了 當你把今天的節目看完 你就會了解 過去一週 老王出國的期間 到底 到底到底這個市場上 的總體經濟 的國際總金 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 留言 還要加訂閱 小鈴鐺 這個很久沒看到你了 那今天要問什麼 董哥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要講英文啊 Long time long see Long time long see 可以幫我們歸納一下 過去一週發生什麼事嗎 為什麼美股一直漲 這問題問得很好啦 因為大家就想要知道 老王用 今天 最好是十分鐘 我們每次講十分鐘 都拖到 二三十分鐘 盡量用十分鐘 幫大家簡單總結 過去一週 老王出國九天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像小編講的 為什麼美股一直漲 技術面的部分 今天不談 明天會來談 技術面就突破基金線嘛 至於細節 或是轉強轉弱 我們明天再來談 今天要談的純粹是 為什麼美股可以在過去 老王出國的期間 一路往上漲 到底是為什麼 這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在於市場的情緒 市場現在是非常樂觀的 什麼樂觀 樂觀什麼東西 樂觀美國的經濟嗎 不是 是樂觀聯準會的升息循環 已經Game Over了 甚至到了明年五月 就要開始降息 我記得我在我們出國前的 錄的後面那幾集 就有跟大家講過 聯準會的這個會後聲明 還有鮑爾的談話 我們有錄這一集吧 有 我說很明顯透露出來怎樣 非常的歌派嘛 甚至你可以定調 今年就是不升息了 那甚至很快 明年就會開始降息 那這個我在出國前講的 9天前10天前錄的這個影片 當時的氛圍是這樣 我出國的期間 市場的氛圍還是這樣 而且又更加的樂觀 為什麼 首先來看 在我還沒出國前的前一天 公佈了這個美國飛龍的就業人數 新增飛龍就業人數 預測是18萬新增18萬 砰 新增什麼數字 只有4-5萬 比預期減少 這個3萬人不說 你直接看往下 這個數字有沒有非常非常的低 有 非常非常低的水準啊 代表美國的就業市場 有沒有開始冷卻 這很明顯嘛 對 低於預期嘛 再來 美國的失業率呢 倒是來到了3.9 失業率還往上喔 飛龍往下降 失業率又往上 預測是3.8 公佈3.9 比預測還多 也比前值還多 而且是連續三個月這樣持續往上成長 有沒有 各位要注意喔 這個失業率 這失業率已經是 從去年以來的新高了 去年以來的新高了 代表失業的人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多 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美國的工資 平均的年成長 公佈出來 同一天都同一天喔 公佈出來4.1 預測是多少 4% 那代表 雖然喔 你可以說啊 董哥這個4.1高於這個預期啊 對高預期 可是你仔細往上看 他上一個 上一個 上一次公佈的前值是多少 4.2 這次公佈只有多少 4.1 代表有沒有往下掉 有 而且這個4.1的年成長這個幅度啊 各位可以仔細去找 也是 好久好久以來 首次看到4.1%的成長 代表 時薪工資的成長有沒有變慢 有 那 工資的成長變慢了 雖然稍微高於預期但是因為有 還好 這個如果是公佈4.3就比較不好 但 還好是4.1 有比上一次前值更低 失業率 創高 飛龍就業 新增就業 大幅低預期 所以這三個 如果你長期看老王節目 如果你在 老王出國前有看到我對這三個 告訴你要怎麼看的 你馬上就能答得出來嘛 這個代表就業市場怎樣 冷卻 而且是很明顯的降溫 那這樣的一個數據緊接在聯準會當時 FOMC會議 就是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之後公佈這樣的數據 你覺得 有沒有 非常可以支撐聯準會這些委員們做出來的結論 就是 最新這一次不是不生息嗎 那他們不生息嗎 那你公佈出來的這個就業市場往下掉 代表他們做的決定是對的還是錯的 對的 那所以他們就更有底氣啊 我做對的決定嘛 那我上次的會議 我這個會議會後聲明還有幫我談話 就告訴你我可能要更隔派 那 我這個也符合我更隔派的想法 所以市場當然情緒就更樂觀嘛 這個飛龍一公佈之後 美股就大漲了 對吧 不只這個 來 聯準會除了擔心就業市場 還要擔心什麼 有兩個因素嘛 一個就業一個通膨嘛 公佈的CPI 上禮拜公佈的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公佈出來3.2 低於市場預期喔 這個市場預期3.3就已經夠低喔 你看前值公佈9月分是3.7喔 已經維持兩個月3.7就是往上 有沒有 這3.0 3.2 3.7 3.7 我們當時有看到這邊是往上的嘛 那這個一公佈喔 這個3.3已經夠低了 一公佈比預測更低 代表通膨有沒有降價 有 那你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般的CPI 代表 它是有包含食物跟什麼 人員的 那你記不記得在 一個月前我們有談過 這個美國的CPI 我們說當時這個月是降不下來的 為什麼 當時的我們有 我們是不是跟觀眾談到 剛時的美國的這個 這個油價已經在往下掉了 國際原油的這個價格往下掉 我們談到的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需求不正 還記不記得 你們要認真去 來來來這一集 封面在這一集 然後這個 這個連結在這一集 這一集我們談到 國際原油為什麼開始出現 轉弱的轉折 我是不是談得很清楚 我簡單講 當時我們說 原本國際原油在今年 下半年出現一波漲勢 那是因為供給側的改革 供給側的減產 推動了價格上漲 但是你供給這邊減產之後呢 需求理論 還有一個需求啊 就需求沒上來嘛 需求往下掉嘛 所以原油就出現反轉 還記不記得這一集的內容 你們回去看 那當時大家就說 那原油往下掉了 國際的油價往下掉了 所以通膨就往下掉 我說不可能 我說因為它有遞延效應 你國際原油是個期貨 它往下掉之後 必須要往後幾個月 你還會看到這個什麼 原油造成通膨往下掉 所以當時這個月的通膨還是非常高 但是這個最新公布的 因為過了一個月了嘛 你看這個有沒有受到這個 整個通膨往下的一個影響 有 國際原油往下嘛 帶動整個CPI往下 你看只剩3.2% 你往下去推 這個3.2%低不低 很低喔 已經又要慢慢接近到3.0這個水位了 對 再來看一下 越 越 這個是年成長率 這個是越成長率的部分 越成長只有多少 0.0啊 各位 你多久沒有看到0.0%這個數字了 很久了 很久 非常久 那0.0代表什麼意思 那基本沒有越增嘛 代表通膨沒有在成長了嘛 對不對 預測 預測其實已經夠低了 預測是0.1喔 就公布是0.0 這個預測也夠低了 公布是更低 來 再看一下這個 核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核心CPI部分 預測4.1 原本是維持跟前值一樣 就一公布 又比預測ID也是低於前值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往下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 原油的人員的這個因素踢掉 食物的因素踢掉 你可以發現 發現喔 美國的核心的這個CPI 速度是不是很快的往下走 對 甚至下個月很快就有機會看到 低於4%喔 那有沒有慢慢靠近年準會想要看到的目標 有 剛才那是年增率的部分 來看一下月增率 月增率預測是0.3 公布又是0.2 有沒有 又比前面兩個月還低 有 你看完了CPI這一整串 請問你通膨有沒有受到控制了 有 不但有 而且有沒有持續在往下 你還記不記得當時很多大師啊 華爾街的看空的空頭大師啊 他們擔心這個通膨會怎樣 往上走啊 啊我們有做過一集節目 跟大家聊過 這個通膨 能不能往上走取決於什麼的 什麼的掌勢 國際原油嗎 我們是不是舉當時 第二次石油戰爭石油危機 有沒有記不記得 當時第二次石油危機的例子 當時的通膨是不是往下走就一路往上飆 啊為什麼那時候往上飆 那因為石油上來嘛 那你現在看到石油是不是往下回落 所以這個通膨就降回去了 那通膨降回去 聯準會就怎樣 喘一口氣了 你剛才的這個石薪啊 石薪減幅啊 只剩4.1啊 我們講過多次 工資就是帶動僵固性通膨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薪水漲得多 你就更有錢去消費嘛 你今天薪水漲得少了 那請問你還會花多餘的錢去消費嗎 你會支出更昂貴的價格去購買嗎 那自然通膨就會往下掉 所以這個數字 這個工資的數字 你再看這個通膨數字 請問你市場的情緒會不會更樂觀 樂觀什麼 聯準會非常非常有可能不會再升息 因為他不用再升息了 他上次已經宣布暫停一次不升息嘛 這個數據都往下掉啊 漂亮 再看昨天 昨天公佈的PPI 我們說CPI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嘛 那PPI是什麼 美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就是生產者物價 所以我們簡單來看 把PPI可以當作是 這個廠商這一端 生產者這一端 企業這一端的這個成本 那消費者物價可以當成是消費端 也就是消費者的成本 這樣了解吧 消費者的價格 我們就這樣簡單來看 那你看昨天公佈的PPI 年增率的部分 預測還有1.9喔 BOO 只剩1.3 哇這個少了0.6%耶 這樣好多 這樣不這樣很多 生產者物價指數包括什麼 我剛才講代表生產者的這個價格嘛 有什麼 原料半成品成品嘛 那這個價格往下掉 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 對廠商來說可能不是太好的事 但是對通膨是好事 因為代表廠商就沒有很高的成本壓力 要需要去轉嫁到消費者 你今天當PPI跳得很快 代表廠商在原料半成品成品 這個承受的壓力價格非常大 我上次教過你們嘛 他承受的壓力非常大 他會自己吞下來嗎 哪個企業是笨蛋啊 咖啡漲價 咖啡豆漲價 咖啡就漲價 咖啡豆漲價 咖啡有在漲價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PPI漲得很快 那個企業們一定把成本壓力丟到 把這些價格的壓力丟到什麼 消費端 消費端就是反應在哪裡 CPI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昨天公布的 碰 哇這麼低 這代表 現在老王直接給你斷言 你現在看到這個PPI數字 就告訴你 通膨會怎樣 繼續往下 因為我們都把這個PPI 當成是CPI的領先指標 你今天上游的壓力少了 價格壓力少了 你當然 下游轉嫁的這個 就可能性就低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再來看一下月環比的部分 這更重要啊 昨天這個數字更重要 因為你仔細看 預測只剩0.1的月真 就一公布 碰 0.5 負的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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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怎樣 他不但沒有再快速的成長 他還要 他還開始出現月減的衰退 通膨會不會往下 會 這個核心生產者的部分也是一樣 預測2.7其實是跟上一次持平的 就一公布2.4 也是大幅往下 那再看這個 這個核心的月增的部分 月增率的部分 月增率的預測是0.3 一公布出來 多少 0 也幾乎再差一點 你就要變負了 這是核心的月變動 剛才看到是一般的這個月變動 是已經轉負了 那這個是核心的月變動 你轉負了 差一點要轉負了 變0了 你昨天看到這個數據公布出來 我剛才講的PPI是CPI的領先指標 請問市場的情緒會怎樣 更開心嘛 更樂觀嘛 對 因為它的代表的CPI 還有未來往下行的一個 未來往下走的一個動力 那聯準會看到 勞動市場在這樣問 通膨 不管是PPI CPI 都在往下掉 我跟你講 接下來還要再公布的PCE 個人消費支出 一定也是怎樣 往下掉 綜合起來看就是這樣嘛 所以聯準會 要不要來賭一把 敢不敢 來小編 你覺得聯準會還不會再升息 不會 我現在講的不會是指到明年喔 不會 不是到今年 今年就還有一次而已怎麼猜 你覺得不會 我告訴你 男子漢講大聲一點 我現在就跟你講 不會再升息 如果升息 如果升息 我就來這裡 福利挺身時下 外加加法 這樣好不好 就這樣 男子漢要敢講 你分析了這麼多 你要結論 結論就不會升息了 甚至 還有降息的可能 等一下來談 我們看完這些數據 我幫大家簡單歸納到昨天 昨天還公布一個數據 是更振奮人心的 因為我們節目過去 談過很多空頭大師 認為美國的經濟要幹嘛 衰退 而且有人說是大衰退 對吧 甚至大蕭條 昨天也公布這個數據 美國的零售銷售 零售銷售 來你來看 董哥 這個零售銷售是負的了 負的了 那怎麼辦 是不是真的要去衰退了 因為你看這邊都還是成長 這邊居然出現衰退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事情是要比較 你聽得懂嗎 事情是要比較 怎麼說 這裡雖然是衰退了0.1% 但是市場的預期 原本是0.3% 比較幾嗎 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原本都是成長 結果出現衰退 抱歉 預期早就知道會衰退 我預期是0.3%的衰退 公布只有0.1% 代表衰退的沒有我 市場想像的 多 小編好事壞事 好事 所以我覺得 市場群序很旺的時候 很樂觀的時候 什麼利空來都變利多 再來 再來這個 同時還有這個 同時還有這個 美國紐約的聯儲 這個製造業的指數 預測 預測這個 要衰退的 是要衰退2.8%的 這個數字 2.8% 2.80% 一公布 哇 翻證 上次公布 10月份是 負值 一公布轉證 變9.10% 而且你仔細看 往下推 這9.10%的數字 什麼時候看到9% 沒有 創高啊 這是 是美國紐約聯儲的製造業指數 代表製造業好不好 好 製造業當然好啊 都可以翻證數了 本來以為要繼續摔 本來以為你現在這負的 這還要繼續負的呢 這一公布證子還9 漂亮 這個呢 哇 衰退的又低於預期 所以兩個昨天晚上公布 這樣兩個 屬於這種 這個 工商業的指數 漂亮 那昨天又有公布這個 PVI 通膨 又往下降 漂亮 通膨沒了 這個 升息也沒了 那升息沒了呢 不打緊 你現在看到這個 哇 有沒有大衰退的感覺 好啦 你說這個有衰退 有沒有大衰退的感覺 沒有 就感覺還好嘛 還低於預期啊 所以那些大空頭們 華爾街大空頭們 你會想等到 是不是 不是還有人說 第四季就會看到 美國經濟衰退 現在已經11月中了 你只剩最後一個半月 可以讓美國經濟崩盤喔 要不要認真一點 結果你看 所以 聯準會本來目的 就希望通膨降 勞動市場也降溫 但是經濟不要怎樣 不要衰退嘛 對 這符合他們的進程 符合他們思考的藍圖 所以 回到我剛才的結論 不會升息的啦 不會升息的啦 他現在在升息 哇這個不就要崩了 那好不容易就還可以撐著 再升息就要崩了 你知道嗎 好 那你說如果這個 那董哥萬一這個這個 出現這樣衰退怎麼辦 那就降息了嘛 因為你那邊有降下來啦 我如果 聯準會如果冒然降息 那個勞動市場又熱起來 那個熱血又出來了嘛 那你看到通膨又怎樣 又上起來 對 所以他看到那邊開始降了 降降繼續降 未來幾個月再降 再降個幾個月 那這個呢 就算 就算正值 那如果萬一又翻轉負得 萬一這個又 也沒關係 不要太嚴重 不要大蕭條 不要大崩就好了 我還有一個武器 降息 這是CMEFED Watch Tool 這個利率的工具 你可以仔細來看 我們來觀察 市場上現在的反應 市場上現在的反應 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明年五月的 明年五月 如果利率水準 維持在5.25%到5.50% 這個地方 代表是維持現在的利率 就如果這個比較高 就代表 這是現在的利率水準 聯準會現在的利率水準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機率表 顯示 哪一個機率最大 就 到了明年五月 落在什麼樣的利率空間的 機率最大 這個地方嘛 對 這個是最大的 那這個時候利率已經變 5.00%到5.25%的這個區間 也就是比現在的區間還要 低 低了 那代表聯準會做什麼事 降級 當然這是市場的預測啦 不代表一定 但至少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現在市場情緒這麼樂觀 推供美股在過去一個禮拜上漲 就是因為數據 都符合聯準會想要的 同時市場呢 又期待 升級完就要接著什麼 降級 現在最快的時間點 如果你在往前推 其實還沒有看到降級 所以最快目前市場預期就是明年的五月 如果這個進程可以更往前推 那當然樂觀情緒就是怎樣 更興奮 這樣了解嗎 好了 講完了歸納過去兩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發生的事情 很簡單 你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聯準會不會再升級了 甚至很快就要緊接降級循環了 那以這樣的邏輯去思考 市場這麼樂觀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公債價格在過去一個禮拜 公債價格出現的反彈 我是講價格 那殖利率 代表殖利率怎樣 往下掉 大幅的回落 對吧 這個都是在市場反映市場的樂觀情緒 所以這一波的美股的漲勢 如果你說要它一個出現比較大的反轉 可能往下走 那當然就是要有人來打破 這樣子的一個樂觀情緒 就是要一個數據出來 讓大家驚醒 哎呀 老王要來福利庭生了 這樣子 才有可能造成美國的反轉 造成美股的反轉 或者是經濟出現大崩盤 那顯然最近公布的數據有嗎 沒有 好的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非常感謝大家在老王一回國的時候 趕快鎖定我們節目 你訂閱我們YouTube 老王愛說笑了嗎 沒有訂閱的 趕快訂閱 訂閱是不用錢的 他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收到解盤影片 喜歡今天的節目 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聊天 留言聊天 你可以跟我談談你 你覺不覺得臉準會生息 小編剛才有說不會生息對不對 你跟我站在同一邊 所以我是有點抖 那各位觀眾 你覺得聯準會這一次的生息循環 是不是就就此結束了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近來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虛擬貨幣 期貨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加入L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就會告訴你 要更多的資金才能有更多獲利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他會告訴你 洗碼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必定是詐騙 民眾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遇到要你加LINE 才能進行投資的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一起關心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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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